太白金星来到战场 冲着所有人喊道 住手 住手 全都给我住手 守卫们认得说话的是太白金星 所有都站在了原地 不再扑向孙悟空 这些守卫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明知道打不过还冲上去送死 这滋味并不是谁都能受得起的 孙悟空见到太白金星来了 也收起了金箍棒 然后对太白金星说道 天庭这官我不做了 这就回花果山去 太白金星赶紧劝道 别别别 这都到南天门了 怎么能说回去就回去呢 太白金星 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我就在这南天门随便走走 这里的守卫不问青红皂白 就来围杀我 还说请我来做官 有这么情人的吗 孙悟空依旧气愤难平 说话也毫不客气 消消气消消气 这事是守卫不对 我代他们向你道歉 咱们还是先去见玉帝吧 太白金星安慰着说道 见孙悟空依旧满脸的不快 太白金星继续说道 这样这样 咱们先去拜见玉帝 做不做官 到时候再说 太白金星接着说道 都已经到家门口了 总不能连主人都不见见吧 孙悟空想想也对 先看看玉帝怎么说 于是跟着太白金星 就进了南天门 留下了一群守卫 在那里哀嚎不止 路上 太白金星不停地解释 守卫们也是职责在身 不停地帮着守卫们说好话 不过太白金星的这些话 孙悟空一句也没听进去 因为他早就被天庭的奇花异草 凋梁化洞吸引住了 太白金星也是一心想着让孙悟空 留在天庭做官 并没有注意到孙悟空的神色变化 太白金星的话 虽然没起什么效果 可眼前的景色 却让孙悟空打定了主意 怎么也得在天庭做个官当当 就听到孙悟空说道 行了行了 我不会花果山了 天庭这环境比花果山都好 留在这做官也不错 听了这话 太白金星顿时喜笑颜开 不停地给孙悟空介绍着 各式各样的宫殿和美景 孙悟空也津津有味地听着 最后 太白金星指着前面的一所宫殿说道 这里就是金鸾宝殿了 玉地就在里面 随即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 迈步上了台阶 孙悟空数了数 不多不少正好三十三级 孙悟空忍不住就想 这难道就是代表三十三重天 很快 太白金星主动帮孙悟空解答了心中疑惑 就听太白金星说道 这历台阶 每一级都代表一重天 金鸾宝殿建在这三十三级台阶之上 预示着金鸾宝殿凌驾于这三十三重天之上 孙悟空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跟随着太白金星进了金鸾宝殿 金鸾宝殿里人还不少 其中就包括和孙悟空交过手的巨灵神和哪吒三太子 在金鸾宝殿的正前方 玉地正坐在高台上注视着进来的两人 特别是孙悟空 玉地打量了一遍又一遍 心里十分好奇 这个孙悟空到底有什么能耐 可以劳驾海王亲自过来说去 参见陛下 太白金星抱着自己的一个木牌弯腰攻身 孙悟空也装模作样地拱拱手 说了一声参见陛下 太白金星心里暗叫一声不好 自己光顾着劝孙悟空留下来做官 却把拜见陛下的礼仪忘说了 果然还不等陛下开口 陛下身边的卷帘大将就大喝一声 说道 大胆 哪来的不知礼仪的野猴子 孙悟空就要发火 太白金星连忙说道 陛下莫怪 都是老朽忘了告知孙悟空 玉地点点头 说道 不知者不罪 接着 玉地对孙悟空说 你就是孙悟空 此刻 孙悟空开始有些后悔来天庭做官了 这天庭的规矩实在太多 见个面还能扯出来一堆礼仪 真是不知所谓 听到玉地问话 孙悟空本来不想回答 但人家毕竟是这里的主人 要真是不回答 岂不是真成了野猴子 于是说道 没错 俺老孙就是孙悟空 我们下期见到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